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没有办法 这个税率是由国会们定的 这个不是我们老百姓能够改变的 除此之外 聊一个大家 其实讨论了很久 美国讨论了很久 而且争议也比较大的 那就是AMT 是的 是的 alternative minimum tax 是 我记得本来这个税率在这一次的税改当中 第一版的税改当中是取消了的 为什么后来又把它reload 然后好像说还是有点改变 什么是AMT 为什么要取消 或者说reload以后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AMT是我们regular income tax 正常的算的税方法 旁边再附加一个条款 就是说又另一种算法 为什么要另一种算法 就是你假如抵扣的太多 因为有钱通常都会找专业人去帮他合理合法抵扣 没错 所以他虽然赚很多钱 抵扣多了 结果也缴不了什么税 那个谁嘛 无人把费不是说过一句话吗 他说我的税率比我秘书都低 没错 这是事实 对对对 好 那这样的话 为了避免这些有钱可以找到那么多的合法合理的抵税额 让他税率降低 他就加入一个AMT OK 那AMT的主要 原来这个是好事 不过AMT它的那个amount一直没有调整 所以说不是普通的有钱人 中产阶级或甚至有一些低产干入中产阶级的人 也会target 都会有AMT 就觉得这个跟当初出来的法案的规定是 初中不一样 不一样了 那这样怎么办呢 那川普的一律说说啊 砍掉 他第一个说砍掉 第一板就是没有了 第一板就是没有了 不过那当然国会他们讨论 就是说这个东西还是需要有 因为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不过呢 我们那个amount可以调整 好 那今年就调整到这个2018年呢 它的single 就假如说单人申报的话呢 就是7万03百 那调得够高的 对 调得很高 以前可能一半差不多 四万多 对 很容易 你很容易trick 拿到AMT 对 那Merry的话 那就十万九千四百 好 那也是上调了很多 对对 就好很多 那AMT呢 开始face out 就是你假如说实在太高 那开始没有这个AMT的话呢 它有个最高额 最高额 最高额 那2018年是50万 你超过50万 慢慢就不需要缴AMT AMT就越来越少 那假如夫妻核报是100万 超过100万 那你说在美国一年 一般中产家庭就不会了 对 一年100万收入有几个人 对 所以这个很少会 大部分有钱人还是会有AMT 只是超过这个部分的人很少 因为假如真的收入那么高 大部分人都会想办法去抵扣 所以啊 当然虽然不是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个AMT 主要拿出来说呢 是因为一开始税务改革当中 是没有AMT了 可是到最后的国会版本 通过的版本 或最后我们总统签字的版本 是有AMT的 但是做了大幅的修改 所以啊 如果您遇到了AMT 还是要注意这一点 除此之外啊 李会计师 其实在我们美国肥巴肥咖 就是全球性的 对个人资产进行追踪的 这样一个系统里面 联合国又搞了另外一个系统 我看了看叫做CRS 我看的最有意思在哪呢 中国参加了 是是 美国不参加 美国说我们有肥巴了 也有肥咖了 我们干嘛要参加这个东西 没错 反而他不参加了 是是是 CRS是个什么东西 好CRS是一个 国与国之间交换税务信息 主要还是金融制裁 税务信息 其实跟肥巴肥咖的理念很 对 因为交换东西都一样 都是金融制裁 恐怕诺堡都是美国人启发的 对 因为美国人有肥咖肥巴 一开始是所有国家都看热闹 美国想收这个海外税 怎么收啊 你试试看 就真的收了 一百多亿美元 效果很好 非常好 最主要什么 防洗钱嘛 对对对 所以其他国家开始眼红了 也开始 美国人怎么做的 对我也要这个学习一下 那中国在2018年也参加CRS 它有跟109个国家签署 所以这109个国家是可以交换 这个税务信息的 税务信息的 包括什么英国啊 英属维尔群岛啊 开曼群岛啊 香港啊 一些欧洲的国家 这些都已经签署了 反正你喜欢去的地方 都签署了 对对对 那这就影响很多 中国的这个税务方案 因为我们很多中国的客户 以前可能是通过 比如开曼群岛 开公司来做 因为中国以前查不到的 没有办法交换嘛 那现在已经签了 这绝对可以交换了 这绝对会有罚金的 那我们很多中国的客人 他因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他没有这个规划的概念 中国很多客人 他还是以触犯了法律 我再找人来解决问题 平事儿 中国叫平事儿 对对对 那现在我对我的客户看法就是 你得搞好规划 因为我们肥咖这个 这个肥棒 我们已经知道了 美国可是玩真的 那我说 中国假如已经有参加世界二位 下一个动作 就是会有卫生报罚金 这个不准确罚金 马上就会出了 速度 很快的详细规定 对 而且中国和美国有一个很大的差距 就是美国还需要经过两会讨论 中国 箭报第二天就可以实行了 没错 这个中国速度特别快 对 所以这个呢 这个客户说要做一些相应的一些规划 那这些以前的 用开曼群脑 这些不好用了 因为都已经签署CRS了 他 这个 有些客户呢 他就是在美国开公司 用美国的公司来控股 这些CRS国家的公司 好 这样的话 他就不需要跟中国交换了 没错 因为美国没有签署CRS 所以这是有一定的好处 不过这个方法能维持对 我们也不知道 而且哪天美国一拍脑门 我也签署过 对 所以你想 这种东西 政府行为的 大家不要去预测 政府行为的预测 是一个非常unpredictable 再加上我们这一位总统 当然了 不管是开门群岛也好 还是你的这个 所谓的避税天堂也好 应该这么说 其实各个国家都已经有意识的 让这些天堂们 暴露于天下之中了 没错 其实目的就是这个 让大家税务更透明 其实作为我们老百姓来讲 这是一件好事 但是如果您因为各种关系 做这种事 以后就要和自己的税务律师 会计师们 好好商量商量 没错 该怎么做 不该怎么做 当然了 这里又回到我们美国的肥巴跟肥咖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不谈肥巴了 因为肥巴它主要是由我们防洗钱的原因 肥咖实行这几年来 我也 我认识的朋友里面 台湾的朋友比较多一点 他们都规规矩矩的爆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 我去报税所 税务局够来的封信 你在某某某个银行 他说 那就是一个乡镇所 都告诉我我有多少钱 他说 No where to hide 所以 肥卡 也就是说 您认为 现在还是有一些朋友抱有侥幸心理 对 这非常没有必要 而且你假如海外公司的话 你还是需要申报 美国的肥卡 它的规定就是这样 你有海外公司 海外公司申报 571 572 就海外公司的表格 对 那海外公司表格 你申报了以后 假如不申报 是1万到6万的罚金 假如申报以后 有可能就是transition tax 以前没有分配利润 这个部分的税金 所以这是两个很大的不同 它两个卡 所以这个东西你不去申报的话 只会你的危险是越来越多 那在中国呢 我们提醒很多中国的客人来美国 假如开公司的话 几个长期犯的错误 比如说我一个中国客人来美国开公司 他说那公司的股东是我 那CEO CFO Secretary都是我 好 他全部写 法律上没有问题 对 法律上没有问题 那他是怎么挑战 因为你CFO CEO 还有Secretary 都属于美国的员工 请问你有美国工作身份吗 他马上就卡住了 因为外国人实际在美国开公司 还有这个问题呢 只能当股东 因为你没有工作身份 所以你不能当CEO CFO 波罗参与管理 严格议员来讲 没错 没错 你不能执行这些东西 你可以做决定 执行 执行你要找个美国的税务局 所以这就是犯了一个错误 还有一个常见的经典 是他们中国人很会赚钱 他在美国开公司 有Internet Sell 都在网上销售 对对对 中国这个制造以后网上销售 销售特别大 不过员工的金额呢 是零 或员工的这个税呢是零 就表示这个 有这么大的营业额 不过没有任何的员工 这是不可能的事 对 这也是国税务居民 那你这些账是怎么 怎么 是你不可能嘛 所以这也是查账的一个新的地方 还有就是在美国 你只要呆的话 这个可能是旧的事情 你是从非税务居民 你在美国呆时间长 有可能成为税务居民 对没错 那这个就要做中国资产 美国所有规划 把这个东西给处理好 对 而且当然肥康呢 其实我们今天谈也没法谈太详细 原因 还是给大家一个善意的提醒 尽管中国是和台湾不一样 中国大陆跟台湾不太一样 是 台湾是直接financial company 向国税局报了 中国是所有人向报给中国的 国家相关机构 中国相关机构在报给美国 所以还是有很多国内的朋友呢 抱有一些侥幸的心态 我存在这个 山东某一个乡下 或者一个小银行里存个30万美金 这个地方 中国人不会报给美国吗 对 我们当时有一个list 就是肥卡他有list 就是中国到底哪些金融机构 已经签署 我们当然在美国的网站上全是英文的 我们全部都翻是中文的 所以客户 因为我们客户常常打 就是你说的 这个三线城市的小金融机构 美国查得到吗 甚至我一小镇 对对对 那我一打电脑一查就知道 到底有没有签署 签署的话他就查得到 没有签署他现在还查不到 不表示以后查不到 不过至少现在查不到 所以啊 还是这句话 其实我倒是想说什么的 其实我想 李快诗也是这个意思 就是告诉大家 有些东西呢 别侥幸 就完全可以做税务规划 没错 你规规矩矩的税务规划 这是合理的避税 合理的这个 这个让自己呢 少交一些税务 但是呢 你不做税务规划 你就想通过一些侥幸的心态 其实当然了 我不能说 嗯 该怎么讲 但是就是说 侥幸固然不对 但是呢 你可能一次两次能侥幸 是是是 这些人逮到了 那个肥咖罚起来 可真狠啊 没错 没错 我曾经跟你说 我们的税务律师聊过 他说 谁也别招累肥咖 以前还有一个 Surrender条款 现在Surrender也改了 没错 没错 时间关系 没法请李会计师跟我们讲了 下次我们再 请李会计师来 专门跟大家谈一谈 这个问题 今天的时间关系 我们只能跟大家谈这里了 我们感谢李豪会计师 感谢李豪会计师 谢谢你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再见